这个患有精神病的男人 一把将女人扑倒在地 使出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掐住对方的脖子 一旁的小女孩吓得转身跑到了门外 刚好遇到赶来的钢太 就在文英快要窒息时 钢太及时赶来将她制止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最终还是被制服了 就在这时 文英冷漠地走了过来 拿起手中的刀直接刺向了人 只听一声惨叫过后 男人缓过神来才发现 原来是钢太用手抓住了刀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文英 男人认为他疯了 吓得赶紧逃离了这里 钢太见状直接从他手里夺下了刀 文英看到钢太拿出手帕将刀具包了起来 对此他很是疑惑 于是他快速夺了过来 直接将刀子扔了出去 用手帕帮他包扎好 这暖心的举动让钢太不知道说些什么 而这次病患从精神病院的意外逃出 身为护工的钢太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上司只好将他开除 没有了工作 还要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哥哥 这让钢太倍感压力 而哥哥一直是文英的忠实粉丝 由于没有拿到喜欢的漫画签名 哥哥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第二天钢太就来到了文英的公司 文英被他安静帅气的外表所吸引 快步走上前想要对昨天伤害到他进行赔偿 但钢太却当场拒绝了 原来钢太只是想要确认一次他的眼睛 因为文英跟他认识的某个人有相同的眼神 原来钢太从小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文英 直到有一天 文英当着他的面直接将蝴蝶撕成两半 钢太瞬间被吓坏了 急忙扔下鲜花逃离的现场 对于钢太来说 那段回忆并不美好 文英却告诉他 越是不美好的回忆停留的时间越长 钢太并不想和他再纠缠下去 转身就要离开 刚好被赶来的社长拦住 小助理提醒他拿到签名再走吧 钢太这才意识到还没有为哥哥拿到签名 文英听到后直接拿出新书签上了名 钢太拿到签名就要准备离开 却被社长追了过来 社长希望他能拿上赔偿金再走 虽然钢太很需要这笔钱 但他还是拒绝了 文英看到他离开的背影说道 接着他找到小助理 让他调查刚才离开的男人 到了晚上 一直喜欢钢太的助理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来自己所在的护工医院来工作 送朱理上车前 钢太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 但回到家看到哥哥的病情不断加重 他还是在网上查了那家没关系精神病院 看到上面院长的宗旨 若要克服心理创伤 就应该选择面对而非逃避 于是他想要带着哥哥去那家医院工作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这让朱理非常开心 但他并不知道 得知消息的文英直接开车杀了过来 钢太对他的突然到来 感到既震惊又惊讶 感谢观看